以下節目指標帶主持人之個人意見,並非等同公眾指標 觀眾有機會因觀賞品味有異,而產生期望落差 請自行參與坊間封平,作出適當期望管理 又到了和大家一起報CW的時間 今次要說的是L6戰俠第七個是第17集的名字,叫做Inheritance 二條片沒有字幕,因為懶 而且等了很久才出片,原因是... 如果不是因為18集出了,其實我到現在都不會出片 拖得很拖 18集叫做Canaria,好像也挺好看的 我先說回第17集 17集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之前也看過的,其實我真的很想開一集,就是專屌這一集 我連屌都懶得,我真的屌到現在才出聲屌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以為你不要看過這集,甚至是你影劇很久了 今集的故事就是說 一開始是以Amico作為主角的一集單元故事 會憶就是Amico怎樣被他爸爸拋棄 後來怎樣遇上Dante 然後他被迫加入一個組織,叫做Night Circle 那個組織很明顯是單屌扯進去的 然後他後來就說到其實他是被迫 因為Night Circle的原因就要出賣Oliver Oliver發現,你是Night Circle其實很危險的 不如我幫你出頭吧,你是我妹妹嘛 誰知道你看到中間就發現,原來Amico是真心地幫Night Circle做事 Amico就出賣了Team Arrow Oliver就很生氣了,為何你要幫他們? 為何你不幫我?我是為了你好! 說說說說說到最後,其實Amico是Night Circle的老闆 原來Dante其實是Amico的走狗 然後他就說Amico一直都很認真Oliver 他是反而想跟Oliver報仇的 之前一直看過這麼多集的輕迴之情,好像被迫那些 所有都是假的,是不是很震撼呢? 是不是很迂迴曲折呢?我真是屌的 你問我怎麼評一集這樣的故事? 我真是不知道怎麼說起 Night Circle這件事 第17集 他做了17集才跟我說,原來是今季大陰謀 原來是Night Circle搞出來的 但我今集才是第一次聽他的名字 然後你之前跟我用了多少集去說 哎呀,DS很恐怖 我弄了整個鬼去說,DS很恐怖 然後就說,哎呀,Dante才最恐怖 Dante在這裡,DS都死了 然後他現在跟我說,不是,不是Dante Night Circle才是恐怖的 但是Night Circle的頭是Amico 誰比較恐怖呢? 其實我覺得Adam Hunt更恐怖 Adam Hunt即是Pilot那集 第一季第一集的 但原來是Dante也更恐怖 也比你現在的Amico更恐怖 還有很討厭的那些 Oliva那些是 你是我妹妹嘛 我對你有虧欠的 我是要補償的 補你老妹呀 你有沒有這麼笨 現在他想玩好像玩雷雨那些 我是你爸爸,你媽媽 你是我同父異母的妹妹 同父異母的弟弟 你師篤,你這樣做 其實你輸眼的 你不夠韓劇,我告訴你 韓劇是唯一寫到這些劇情 就是兄弟姊妹的分離 報仇 是真是堅抽寫得好看 我最近補一套韓劇 然後他又是同父異母 報仇那些 嘩,他只是說那些什麼對白 我就是你一個 嘩,那些就是 肉赤到不得知了 不像你今集那些 你是我妹妹 為何你要這樣對我 我真是屌,你老妹呀 而且我不明白 Oliva,你生氣嗎 你不是被人出賣過嗎 你之前被Deathstroke出賣 是不是還是這樣過 唉,我都不懂得說 算了,我不想說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Oliva不是主角 我看了近幾集 為何我完全不想看 不想報 甚至不想說的原因 就是根本Oliva不是主角 我看Error是這樣的東西 他有些想找其他角色 找Mia,Smoke 找Amiko 他用一個假的Arrow 總之有另一個人 好像有一個Mento 就是拿著一支箭去寫 我打算去找那個 就當是說了Arrow這件事 但其實他忽略了這件事 其實我們一開始 為何要看Arrow這部電影 是因為裡面有一個角色 就叫做Green Arrow 而那個就是那部漫畫的主角 而你說了其他人 你說了什麼有Red Arrow 有不知道什麼差Arrow都好 我是想看Green Arrow的而已 唉,真的沒得救了 我不知道,我還沒看18集 我不知道18集是怎樣的 但我今集還是快樂的而已 唉,就是這樣 有什麼留言在下面下面留言 like and subscrib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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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